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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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忘记不是雷根总统就是要做总统的时候第二任的 他就被邀请很多的人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那我们的弟兄也被邀请他就很高兴 哇 他就跟我们讲他就预备他自己 哦 他要坐飞机 然后要去参加这个宴席 那这个是总统就职的宴席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隆重 但是怎么样隆重 也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的婚礼 婚宴这么这么这么的隆重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你知道婚礼完了就是婚宴是不是 这婚宴圣经告诉我们说 大概有一千年之久 那你知道亚哈衰鲁王呢 他这个这个这个 取亲的这个取悠以后 哇 就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是一整个月 整个月 就在这个婚礼婚宴的 那个喜乐的里面 但是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婚宴呢 是有一千年之久 叫做千禧年 那弟兄姐妹这边讲说 凡辈请妇高养婚宴的有福了 弟兄姐妹因为在婚宴的时候 新郎就要带着她的新妇 公开给她所有最好的朋友看 给她的长辈 给她的同才介绍 这就是我的妻子 我新娶的妻子 弟兄姐妹那一天是非常非常隆重 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边好像被邀请 那我们到底是被邀请的人 还是怎么样 弟兄姐妹这个圣经里面讲到 只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 是一个非常还清的时刻 而且是一千年之久 一起跟主 我们的主呢一起享受这个宴 这个宴席 那弟兄姐妹那到底我们是新郎的朋友 是的 我们是新郎的朋友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新父 我们也是新父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主角呢 当然就是我们 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 他在告诉我们说 被邀请的人是有福的 那弟兄姐妹 因为七死神 有福的事 mesmo 弟兄 上面有夏天 然后他接受了这个祝福 就是相信了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第一次的邀请就成功了 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宴席 就开始准备有资格要进入宴席 可是弟兄姐妹 这个邀请第二个阶段 就是第二次的邀请 就是叫我们第一次邀请 我们要信耶稣 那第二次的邀请 就是相信十字架的救恩 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这两个邀请 让我们都回应 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说 我们一定可以参加第三个 最后这个千年国度的邀请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最后一个邀请就是因信以至于信 那弟兄姐妹信耶稣太重要 第一个邀请如果你没有 那你就不可能了 那第一个邀请完了以后 我们就罪得到世面 那第二个邀请就是信耶稣实将 叫我们里面的罪的生命被改变 成为基督的生命来掌权在我们里面 弟兄姐妹感谢主 接下去我们要读罗马书 我就会更清楚的跟你分享 第一次邀请我们已经没有问题 第二次邀请 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 原来还有第二次的邀请 弟兄姐妹不但有第二次邀请 最后这还有第三次邀请 就是羔羊婚姻的邀请 弟兄姐妹感谢主 因信以至于信 上帝要祝福我们 上帝已经把一切的美好 带到我们生命里面 主与你同在 阿们 好 那么 这次邀请 这是邀请